各位國人紅包 大家好 非常遺憾就在今天 我們終止了跟宏都拉斯的邦交 長久以來我們秉持的信念 就是在我們最大能力範圍內 透過前瞻務實的做法 支持友邦長期實質的發展 我們不會和中國進行 無意義的金錢外交進駐 過去幾年 中國不斷利用各種方式 打壓台灣的國際參與 升高對我們的軍事侵擾 衝擊區域的和平穩定 然而這些打壓與威脅 都不會改變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的事實 也無法減損台灣人民 堅持自由民主 大步走向世界的意志 台灣人民已經向世界證明 我們從不因威脅而退縮 台灣和友邦 以及理念相信國家的合作 與連結 共同促進國際福祉 與安全的努力 只會增加 不會減少 我們將會繼續和友邦 以及國際上相同信念的夥伴 並肩同行 為更好的世界一起努力 中文字幕提供